细彩于青 二十四孝之时期 朝代周朝 孝子老来子 父母毕竟年纪大了 不能四处游玩 生活难免会单调乏味 我要怎么样 才能让他们高兴起来呢 二十四孝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对 就是这样子 爹 娘 喂 老头子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我们家门口怎么有个怪人 我好像也在做梦 我也看到了 好像不对 两个人这么大白天做同一个梦啊 对啊 他刚才叫什么来着 他好像是在叫爹 娘 哦 那他爹 娘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啊 这里好像没有人来过 爹 娘 是我啊 啊 是我们的儿子 爹 娘 你们看我 漂不漂亮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爹 娘 喝点水吧 儿子真孝顺啊 那当然了 是我们的儿子吗 为原子者能时时拨得父母欢心 亦是报答取劳之一法